那我们来看制造题 他问你排序方法排序过程中 比较次数的数量及与初始状态无关 这个是不是之前我给大家总结的时候总结过 有两个算法是符合这个特性的 是不是规定排序和选择排序 这两个排序算法是不是都是 无论你初始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整个排序的过程中比较次数都是不变的 所以说看到这个特性 你直接就应该选出来A 而不管别的选项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别的选项 先看插入排序 对于插入排序而言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进行排序 那么最好情况是不是已经有序了 你只需要比较N减一次就可以了 一步一步将这个分界线往后推 一直推到底 它是不是就已经证明它是一个有序的序列了 是不是比较次数N减1 而最坏情况是不是 你每一步比较你的这个带插入元素都需要插入到头 也就是前面有多少个元素 你就得比较多少次 那么一开始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不是需要比较一次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不是 前面只有两个了 然后这个分界线移了一下 它是不是需要比较两个 那么最终情况是不是 前面有N减1个已经有序的 现在你还有一个 你这时候是不是要比较N减1次 所以总体最坏情况需要比较次数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然后加起来 你加完之后 求和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带N方的一个式子 那么它的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是大ON方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快排 对于快速排数而言 这是我们要重点掌握的 直接回忆 最好情况是不是就是 大ON倍的log以2为底N的对数 这是不是我们排虚算法的最好情况 而快排的最坏情况 是不是就是地规站 一步一步地规 0比N减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最坏是不是就是大ON方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地选项 冒泡排序 对于冒泡排序而言 它和前面的插入有点像 因为它们都是每一步找到了一个最值 然后放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 对不对 对于冒泡排序而言 最好情况是不是N减1 但是这个N减1 是不是从未往前比较了N减1次 而插入是不是从前往后比较了N减1次 OK 对于冒泡排序而言 最坏情况是不是也是这个公式 但是是不是加的是反向加的 为什么 它是不是反向插照 第一步是不是将这个元素 一步一步比较 比较到了头 那么是不是进行了N减1次比较 它和前面的每一个都比较了 并且每一个都交换了 注意这里它不仅比较 而且交换 是不是说明冒泡排序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更加多了 因为还有交换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元素 是不是在实际上 在变化完了之后 第二个元素是不是回到了它的末尾 因为第一个占据了现在的头 它作为一个最值 现在的排序系列是不是变成了N减1了呀 然后你的次小元素现在是不是在末尾 然后你要放到最前面 这是不是是一个N减2的情况 需要在这N减1长度之中 和除了自己这个元素以外的N减2个元素 每一个进行一次比较 那么逐个往下 最终是不是最少比较次数是1 那么加起来是不是和上远公式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先后顺势不同 是反向的 加出来同样也是求和 得到的是一个大ON房 好的 我们现在就得到了 剩下三个 它的最好和最坏 它的一个比较次数的数量级 是完全不同的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的数量级 给人看 谢谢大家